慈云朴佛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经上常讲的 受持独颂为人耶稣 永远是无有疲应 不疲不厌 众生有感 佛就有意 感应到脚 决定不设施 识就是这样 识界应远 你什么时候感 佛立刻就应 决定不会说 很长的这个感的时间 佛到以后才应 不是的 你那么看法就错了 佛的感应不可思议 但是 许许多多地方 我们向佛菩萨祈求 没有感应 其实是真有感应 我们自己没有能够觉察 我们自己得不到明显的感应 比如 学佛的同修 都有好心 想建个大厂 想帮助大众修学 好事情啊 为什么佛菩萨没有感应 你看我们这么多人 祈求佛菩萨 想建个弥陀村 想办个佛修院 好事啊 世界第一等好事 可是搞了这么多年了 消息都没有 佛菩萨有没有感应 有 那个感应很威胁 粗心大意的人们 体会不到 佛菩萨那个感应 正在这里加强我们自己 为什么呢 佛修院 弥陀村 硬体是不是 硬实啊 那个东西不难啊 难在的时候 建成之后 拥有真正人在修行 如果没有真正人在修行 佛给这么大道场 你在里面造业 那佛菩萨是成就你的罪业 佛菩萨是把你送到被地狱去了 真正修行的人 都都我 所以你搞得那么多佛菩萨 觉得丫头 这个不行 这个不能答应你 加强你们自己 这个修学的基础 等到世界因缘成熟 世界因缘不是佛的 是我们自己本身 本身的世界因缘成熟 这个事情才能先前 可见的佛菩萨真慈悲 不是假的 真照顾 过去张家大师告诉我 你只要发心 真正发心 一生当中都是佛菩萨跟你安排 顺境是他干排的 逆境还是他干排的 顺逆境界 磨炼你 无时界以来 妄想习气 烦恼 要通过磨炼 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 这些烦恼稀奇 磨得干干净净 然后再看众生的缘分 众生如果 有警觉 有觉悟了 觉得时间太苦了 想回头了 这语言就成熟了 所以我们要感恩戴德 佛菩萨的照顾 无为不至 不是我们凡人 能够想象得到的 真的是此云扑福 所以我们自己 要很细心 冷静地 修许 你就会体会得到 你就会感受得到 如果要把这个云 加强 把这个时间提起 行不行呢 行 怎么做法呢 更认真 更努力地去 战畅 要知道 最大的障人 业障 早年张家大使 叫我 佛师门中 有求别 当你求求 而没有印的时候 你要反省 你自己有业障 你能够反省 你能够去找业障 下定决心 要消除业障 佛菩萨也加病 也帮助你 你不想找你的毛病 也不想改你的毛病 那佛菩萨对你 是无可奈何 佛菩萨只能够 暗暗当中 帮助你保持相根 缓慢地增长相根 所以我们跟佛菩萨的感应 这种力量 好像是相对的 我们有一分诚意 佛菩萨有一分的价值 我们有十分诚意 佛菩萨有十分价值 我们有万分诚意 佛菩萨有万分价值 相对 看你自己付出多少 佛菩萨帮助你多少 不是说 我只有一分诚意 希望得到佛菩萨万分价值 这是一种侥幸的心 不是真诚的心 像做生意人的时候 希望搞个一本万利 哪有这种便宜事情 这个与英国定律不相符 这是一个说法 这是一个说法 也是四十 随身 随身众生的说法 我们佛法里面讲 随身世地的说法 如果随身真地的说法 佛菩萨对于一切众生 平等圆满的价值 这个说法 也是真的 不是假的 华菩萨禁就是啊 真诚清净 大约满了 我们通过这次学习 同学们只要细心 真正去体会 多少能够了解一些 我们六根面对着六天境界 言见色而闻身 是闻闻 除了自己这个身体之外 虚空伐界一切众生 都是诸佛如来的实现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这个就是圆满的价值 可惜我们不认识 所以障碍在自己这一遍 不在乎那一遍 好像晴天 阳光普照大地 你自己打了一把伞 我没见到太阳啊 你是真的没见到太阳 真的 你伞遮住太阳 你怎么会见到的 障碍在你自己手上 你把伞丢开 不就看到太阳了吗 就是不肯放下 那有什么法子 障碍在自己 一定要知道 什么障碍 妄想分别之处 这是障碍啊 细数啊 无量无边啊 是障碍啊 有什么不肯放下 不肯放下 我没见到太阳 我会见到太阳 了 我会见到太阳 那一遍 不肯放下 我会见到太阳 不肯放下 我会见到太阳 飞 我会见到太阳 不肯放下 是障碍 了 不肯放下